反正那當年你結婚的時候 結果你那個紅鐵狂炸 結果你已經收了800多萬 好誇張 那現場來了2000多人 所以你只準備80份點心 還不是請客吃飯的 只是請茶點 對 茶點 擺明了就故意的 你當時怎麼算那個帳 當時因為他有一個女朋友 對 我剛好有一個朋友結婚 他們就辦了一種屬於那種下午茶的 西式的 可是那下午茶是有那種 所謂的三明治那種的 後來我們心裡想說 既然要做以前那個紅鐵字 白鐵字都發好多 那不如這次好好的發一下 後來連林青霞那種 那個名單我們都發了 完全不熟的就是 胡音夢啊 林青霞啊 情漢啊 不太熟的 未必有交情的你都炸了 就是只要認識的 知道他名字的 最好不要讓我認識你的名字 讓我全部都發 結果發來以後 我發覺現場怎麼來了2000多個 那那一天準備是一個飯店嘛 那飯店那個當然是一定要付錢的 就是扣掉那個飯店的錢 其他的我們的照片都是sponsor嘛 那我們就想說 我們不知道多少人 那我們乾脆就訂80份的點心 因為我們在想說 人家可能來一下就走了嘛 不一定會吃 訂100克的 所謂的飲料 那個飲料只有100份哦 你知道整個那個婚禮的現場裡面 並沒有人在管理誰結婚的 大家在搶那個餅乾 哈哈哈 還有找水喝 我還現場沒有椅子 我們結婚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們因為在飯店的三樓嘛 然後他有一個那種手扶梯 手扶梯直接上來嘛 就是你上來手扶梯以後 就直接就收禮 禮金 禮金 就付完禮金 禮金以後就開始就有一個人 就會帶你說 這是凡哥跟凡嫂一起拍的照片 就是有一個狼 狼 叫走狼 回狼這樣子 回狼到一個正式的舞台裡面 我們穿的是鳳關俠批那種 我們跟大家握手 大家來給我們祝福 就有一個人又把他帶去看一些照片 看門照片以後 送出去出口了 送到那個照片最後一張 那張很爆笑 那張有點爆笑的照片 大家嚇到最後 那個人也不知道為什麼 怎麼又扶了手扶梯下去了 哈哈哈 那個人從頭到尾說 哇 六分鐘我怎麼會 他就很像幻化啦 沒錯沒錯 他忘了自己今天來幹嘛啦 而且門票超貴 超貴 對 還沒吃到東西 對啊 那有些人就是 臉皮再厚一點說 又爬上來了 因為他以為只是 又爬上來第二次這樣 那些人想說 可能就說這邊只是一個前面開場 然後可能到另外一聽 還可以吃喝一下 還是說那個人給我送錯了 直接把我送到手扶梯下去 那一樓的 是送錯的 他又從另外一個手扶梯又上來 只要看到第二輪的那個上來 我們都不理會了 然後他自己就很莫名的這樣 人家看那個畫的 然後他就一個人這樣 走到那個舞台的中間 那舞台中間是個空的 什麼都沒有 就是大家站在那一邊 我們兩個就在舞台正中間 就有一些那種 第二輪上來的人 就站在前面那裡 我還大就想說 那有東西吃嗎 後來看他怎麼都沒有 80份的餅乾怎麼吃啊 而且那個餅乾好小一個 就這麼小一個 對 那點心 對 那點心 後來那個飯店人就跟我們講說 就一直來跟我們講說 人很多 東西不夠 要不要再加 那你要回答什麼 我說 他就說 價不用錢嗎 他說 差一點叫助理去買一些 從外面去買一些餅乾回來 連水都沒有 對 為什麼 就是為什麼設計這個 不是也沒有特別想什麼 只是說 想說這樣子比較快啦 為什麼 你怕人家 本來就要請我們喝喜酒的啊 你怕人家鬧 就鬧婚禮鬧房是不是 對 我很怕那種 因為我們在演藝圈 其實環境已經很 很豐富了 很怕自己的人生當中裡面 還要去搞一個 就是說 類似像演藝圈的一種假象 就覺得有不真實感嘛 那個理性跟感性的 那個分別性就很重了 就覺得這個時候 我們應該理性 而沒有感性了 就是完全以理性來做 就是我是結婚 我請你們來 看望我們 謝謝你們 對 紅包收了就可以走了 對 那所以2000多位的賓客 大家會覺得 遇到詐騙集團了 你知道就是會覺得 這新郎新郎 一直站在那邊 也不下來敬酒 也不下來幹嘛的 最恐怖是 其實那天還有節目在 我們還在做 我還在做一個節目 還在錄影 就是還有人在那邊拍 還有人在拍這樣 就是還要在拍 其實還在做一個節目 可是我覺得這樣也很好啊 因為你看 經過這麼多年來以後 大家印象最深 就是我們的婚禮 現在多少人要模仿我們 真的啊 而且那天最可憐是什麼 藝人最可憐 向來主婚人余大哥 誰中午以前都要做秀 中午12點婚禮就已經舉行了 那個菲哥就 我們請一下 我們的大哥大菲哥上來支持一下 那個菲哥講那段話大概 三分鐘吧 他自己下來跟我講說 凡兒啊 我真的我不知道台上講什麼東西啊 哪有人中午就辦這個 我都還沒睡醒啊 沒有人睡醒的 大家都是那種 剛睡醒的就來參加 莫名其妙交到紅包就走人了 所以 所以你那時候記的那些紅帖 林青霞的禮有到嗎 都有到 都到了 情漢都有到 有 林青霞我記得他包三千二吧 而且林青霞一定覺得很莫名其妙 不會啦 其實林青霞我在Las Vegas 我有碰過他 是有遇過幾次 對我有遇過幾次 可是他也是真的不是很熟的 什麼巨星沒有到 但是他的紅包有得到的 就你不太熟的 不太熟的 八的都 都來的 理都有到 理都有到 我跟你講怎麼收八百多萬 那不是八百多萬 都快要接近九百了 而且還有一半是 女生的部分的錢 是他自己收的 我的部分收八九百萬 而且我們曾經最大的禮金 就說 你知道我後來 人家我有一個朋友 那大家都會比說 你楊凡要結婚 那時候我們交友 看你包多少 看你包多少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欠我二十八萬 他那一天講說 那我包三萬好了 為了好看 我把二十八萬欠你的加三萬 三十一萬我包上去 可是我其中有一個朋友就說 不管現場有人包多少 我一定要貼他 就再往上加一萬就對了 結果那個人就包三十二萬 我光這個有一個人包三十二萬 對啊七八十萬就來了 可是他不知道說二十八萬是欠的 還有一個最恐怖是 有人包金子給我 黃金喔 好重耶 可是後來那個黃金這麼大一塊 薄薄的就是了 結果那時候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我的人生真的很荒唐 那時候輸很多錢 後來最後 雖然結婚賺了八百多萬 還是把那一塊給融掉了 你現在那位朋友一定很傷心 我的朋友對 人家那個還從香港送來的 我跟你講那一塊融掉多少錢 你知道嗎 五十幾萬 差不多 差不多 哇 來來來 很有趣的人生 來黃福老師 我們就來看看怎麼樣 人家手面相的男人 他對於錢特別的摳耶 我們是用男人的長相來看 他對錢很小氣的意思 好 我們看一下 第一項是什麼 第一項是看鼻子 就是鼻孔小鼻尖下垂 先說一下 就是我們這旁邊的鼻孔 這鼻孔算是倉庫 那他如果說很小的話 表示那倉庫的口關得很緊 然後鼻尖又下垂 連這個口你看都看不到 他倉庫的門口你都看不到 你想他錢會出來嗎 他一定不會出來的 他一定非常小氣 事前如命一毛不拔 我們常常講的櫻孔鼻 其實有點像是這種的 這又小 然後又看不到他的口 如果我們正面看過去 能夠看他的洞 就是表示他倉庫大開嘛 倉庫大開的會一直漏財 那他這個不漏財 那桶恰恰不是已經 照說他是漏財的 他的鼻子是漏財啦 倉庫整個洞開了嘛 好 我們看一下第二項 對